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换脸 换脸这边的版本整体更新到了5.0 实际上是里面的这个facefusion 更新到了2.4.0 所以这边的版本呢也就随之升级了 这边呢给大家提供两种升级方式啊 第一种的话就是这个 4.0到5.0的一个升级包 如果大家之前有这个4.0到4.8之间的版本 那么你就直接使用这个就可以了 使用方法很简单 把它拖进来 然后呢找到你这个要求文件 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把所有的文件全部覆盖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 这边呢就有了5.0 双击来启动就行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更新方式啊 就是这个 5.0的一个完整包 就是说假如说你之前没有这个4.0版本以上 那么你可以直接下了这个完整包 直接解压就能用了 这个使用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回到UI这边 它呢主要是更新了下面这个 XFusion 更新到2.4.0 那么它更新了些什么东西呢 主要是修复了一些bug 还有一些 别的一些浪七八糟的东西 但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 然后其他的就是更新了一些模型 这边 背景高清模型这边发生了变动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当然我们这边呢推荐大家使用最后一个 这个效果 确实是 可以说是最好的 当然再给大家自己试一下 这个人脸检测模型也是 这个它新加了一个新的模型 也是最后这个 所以这个呢也是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这个效果确实也不错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变动 跟原来一样 所以这个版本呢 其实它更新的东西并不太多 大家如果说你要是 4.9或者4.8是吧 使用起来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不更新也可以 免得更新了之后还出问题 好来我们就来做演示啊 这个图片 我们选一个 我们选这个图片啊 然后视频 视频我们还是选这个 然后这样 然后呢我们来点这个 高清修复选上 这样的 要不然你不选的话 出来的脸是模糊的 然后点那个按钮 稍等一下 然后趁着功夫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原视频是什么样子 它那个 我们找的图是这个图啊 我们看一下视频 好 这是我们视频啊 我们把图片上那张脸 把它放到这个视频上面 大概是这个意思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 现在这边 它给我们生成了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看一下 打开这个输出目录 这个第二个 然后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结果啊 大家看这个视频的这种 换脸的效果 确实是不错的 几乎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工具的效果呢 确实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尝试一下 换脸这个东西就是 熟能神巧嘛 有些可能参数 你开始不太了解 你多试两次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参数都了解了 那么这个换脸的结果 其实还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遇到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到群里面 然后去发个图 因为有时候文字呢 可能确实是不太好理解 而且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有图的话就最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大家拜拜